30种植物两两搭配组成15个组合 每种植物各种上一排 挑战75个巨人僵尸谁能成功 挑战正式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由牛棒机球手和机枪豌豆组成的手机组合 牛棒机球手可以强化机枪豌豆发射出来的豌豆子弹 我们看到巨人僵尸举步维艰想进场都难 但是机甲巨人僵尸在发射激光 对手机组合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究竟哪方能获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很遗憾手机组合没能守住失败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由猕猴桃和苹果排击炮组成的猴果组合 苹果排击炮有眩晕 猕猴桃有减速 进场的巨人僵尸们走一步停一步停一步走一步 机甲巨人僵尸发射激光被打断了 金色苹果果然有 高它的驳尸 最后的将军巨人将是独木兰芝 猴果组合获胜 下面上场的是由卷心菜头手 和防蜂草组成的卷风组合 上一场是金色苹果 这一场是金色的卷心菜 防蜂草不断的发射大钳子 卷风组合究竟卷不卷得动呢 各个世界的巨人将尸们 黑压压的一片卷风组合被淹没了 下面登场的是由雄果旧炮和火鸡头手 组成的雄鸡组合 面对如此多的巨人将尸 雄鸡组合能否取得胜利呢 机甲巨人将尸的激光 扫掉了两个熊狗旧炮 巨人将尸越来越近了 第五行有点撑不住了呀 很遗憾雄鸡组合挑战失败 接下来上场的是由 茄子忍者和电能豌豆 组成的茄豆组合 场上飘来飘去的是 各种各样的子弹 眼花缭乱 但是还挺好看 茄豆组合还是非常强势的挑战成功 下面上场的是由原始豌豆射手 和原始大王花组成的圆圆组合 二者都是原始植物 不知道搭档起来效果如何 机甲巨人将尸的激光 真的是太厉害了 第二行的原始豌豆射手 原地蒸发 第三行的原始豌豆射手 也没辣 没有了原始豌豆射手的击退 巨人将尸们长驱直入 很遗憾 圆圆组合挑战失败 下面上场的是 宝灵泡泡和猫尾草 组成的灵猫组合 宝灵球在僵尸群中弹来弹去 猫尾草可以激活 巨人僵尸丢出来的小鬼僵尸 灵猫组合能不能获胜呢 挡不住了 灵猫组合失败 下面上场的是 由梅小美和棉小雪 组成的双费 而不 梅雪组合 巨人将尸这么多 棉小雪不用担心命中率的问题 双费 而不梅雪组合 能否挑战成功呢 满场都是巨人僵尸 梅雪组合失败 下面上场的是 由桑胜爆破手和奴隶药师 组成的桑梨组合 看看巨人僵尸们 脸色多难看 又黑又紫 桑梨组合能否挑战成功呢 中了毒的巨人僵尸 也是很厉害的 桑梨组合挑战失败 下面上场的是 由冰西瓜投手和豌豆迫击炮 组成的冰弯组合 一个负责减速控制 一个负责输出 这个组合可谓是强强联手 最终冰弯组合轻松取胜 接下来上场的是 由毒叶豌豆手和 杜鹰投手组成的 毒肚组合 你们看巨人僵尸 脸都绿了 毒肚组合挡不住了 挑战失败 下面上场的是 上面上场的是 由闪电露尾和蓄电雪松果组成的 刮沙 哦不 电果组合 这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看完之后 超人直呼 像是柠檬片 电果组合挑战失败 接下来 接下来上场的是 由蒲公英和激光防灌花 组成的 胡黄组合 刷刷刷的 这场景非常炸烈 最终胡黄组合被平推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由流星花和僵尸豆甲组成的花甲组合 花甲组合能否获胜呢 根本挡不住花甲组合失败 最后登场的是由公主柴荒草和年代糯米组成的草米组合 两种植物对着巨人僵尸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能否取胜呢 挡不住啊 根本挡不住 最终 草米组合挑战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支持